各位傳媒朋友及各位直播前面的市民 大家好 今天大家都知道 開學日又撞正打風 我們民建聯的沙田團隊 今天仍然在開學日做了一個巴士監測的行動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做的 我們過往兩三年 其實我們都有做到同樣的行動 我們主要想看開學日的繁忙時段 沙田、大圍、馬鞍山區的巴士情況 我們之前去年我們做的時候 發現有八成半的九巴巴士路線都出現了一些脫兵的情況 我們這次再做對比起過去兩年和今年的巴士服務 我們發現今年再次仍然都有一些巴士脫兵的情況 我們這次其實就調查了37條的巴士路線 其中有34條都有脫兵的情況發生的 即是92%的巴士其實都有脫兵 有三班班次較少的路線 能夠提供準時的服務 就沒有脫兵 所以我們覺得這次的脫兵情況都頗嚴重 我剛才今早就辛苦了我 大家看到我們整個沙田和馬鞍山的團隊都在 我們看到最嚴重的一個其實就是 黃麗頭巴士總站83X這條巴士線 它最長脫兵時間去到23分鐘 即是要等到23分鐘 另外譬如大通朝路、賓景、花園都整11分鐘 其實脫兵情況都頗嚴重 因為我約了創科局局長和業界 談對香港創科施政報告的期望 就一出兩點半 所以我現在就要走到政府總部 我會將時間交給我們沙田的團隊 逐一跟大家報告和提出我們的建議和要求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李世榮議員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多些 我們對巴士路線的要求 也希望政府和九巴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巴士對市民的生活其實影響很大 我們也希望巴士提供的服務都是準時和到位 令到市民不要那麼貪心 真的可以準時上班上學 我們也有一些建議 希望大家都聽一聽我們的意見 我將時間交給李世榮議員和我們沙田的團隊 一會兒再向大家介紹 謝謝 謝謝EQ 好 我們接下來會請我們今天每個小區的同事都會講解一下 今天我們早上是監察線路的情況 我們按照次序 首先請大圍方面的同事 就是董建利議員和姚浩宜社區主任 就講解一下今早早的監察情況 也都知道Kerry那裏也是我們今次監察裏面的首位 不如將時間交給Kerry議員 好 麻煩你 這個就是我們大圍區今天主力去檢查了我們其中一條巴士線 就是86X往顯境方向的其中一條線 這個圖片所見到就是我們這個巴士上午7點鐘至9點鐘的時間 一共有7班車 其中有5班車是脫班的 脫班率去到83% 我們看到現場的情況 其實我們這班車上午時間 比較多學童去乘搭 我們看到其中有3班車是爆滿甚至乎有飛站的情況 我們看到我的學童 駕車來到我們美林的巴士總站的時間 其實已經坐滿了客人 很多小朋友是在下層那裏 就人逼人 好像駕鯛丸那樣逼在一起 就乘搭這班車去上學 我看到有些甚至乎是小學生 就站在車頭近玻璃那個門口位置 就站在那裏 其實情況相當之危險 我們其中看到我們飛了3班車之後 其實有些站頭裏面 是超過20多個家長和學童在那裏等車 我們看到這個260X往顯境方向上午 是需要有這個加班的去改善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就很多學童 有些家長甚至乎放去等巴士 要去乘搭的士 這是我們帶來的情況 接著交給余浩蓉 整個區主任也可以講解一下 除了這個260X之外 其實它的指線260P 其實都出現一個頗嚴重的脫班情況 它都有在我們今天數的37條巴士線裏面 它都是入了10大脫班情況最嚴重的巴士線 證明了大圍的居民對於260X也好 或者260P這兩條巴士線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其實除了學生之外 上班族也都非常依賴這班車去九龍上班 希望都可以改善 好 謝謝 聽到大圍的兄弟姐妹說之後 我們就去到沙田市中心這一帶看一看 接下來請我們劉偉林社區主任 我們就講解一下 已經在這裡了 還有余氏民議員 謝謝 大家好 今天我們早上就是在這個和邪的巴士總站那裡 監察了兩條線的 就是81號線和48號X 雖然那裡的情況 就沒有剛才大圍講的情況那麼熱鬧 但是我們就發現了有一件事就是說 初時的班次都是幾準確的 但是去到中段 因為我們兩個小時內八點鐘開始 我們就發覺總站都開始有些脫班的情況 那麼我們就留意到其實現在巴士公司 其實就有這些GPS系統去監察著巴士的情況 但是據我們也跟站長了解過 其實他說會因應天氣會有一些誤差的 所以我們也都看到有一個情況就是 今天應該是出現了一些誤差 而在總站的情況大家可以看到 有時去到八點後 真的總站那些車可能已經翻不出來 可能是 那麼我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其實這些GPS系統 如果發現到誤差之後的話 或者總站有一個叫做即時的到站部系統 那麼它其實會去到什麼時候之後 它們才會做一些適應調節的呢 這一點我們也有一個疑問 其實如果我知道其實用到一個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用到GPS系統的話 其實可不可以做到人工智能一些呢 例如它可能去到某一個的什麼程度之後 它可以做一些調節 例如將班次會不會提前 加快一點加開 即是加班車 令到呢 可能不是講總站 是其他分站的人呢 可以縮短去等候的時間 我相信呢 如果乘客上到車的話呢 它們會較為安心一點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情況 是 加上來補充 是 好 謝謝 那麼跟著呢 我們就繼續在火炭區 那麼我們我們的陳彭丹社區主任 可以講解一下 好 各位好 啊 我今天呢 掃那個 掃那個 巴士班次呢 第一個印象呢 就是非常焦急 因為呢 不單止是那些市民 那而且呢 我們都看到呢 巴士司機呢 其實呢 天與關係呢 他們呢都盡量是可以趕在班次裏面的 那但是呢 其實有一些巴士站的設計 那基本上呢 客觀環境呢 好像我們瑞和苑那邊呢 那就是依身而見 那地理位置非常之有限 那有時候呢 你會見到啦 如果一有脫班的情況一出現的話呢 一些人龍啊 是可以排到上馬路上面 那旁邊呢 有一些巴士經過的時候呢 其實非常之危險 那如果市民呢 他其實一早已經知道了 啊原來呢 原來呢 有脫班的情況出現啊 或者是會知道 什麼時候才可以上車啊 那他們就未必會選擇 那麼早呢 就會排在這個巴士站那裡 所以呢 我們呢都非常之建議 希望呢 巴士公司可以去完善 他們的巴士的到站系統 那讓市民呢 可以呢 用不同的渠道呢 都知道 什麼時候會有巴士會來 那就會避免出現了這些 那麼大的安全問題 就不會有一些人龍呢 就因為不清楚 到底的巴士 是什麼時候到站 為了不會錯過那班車呢 就會是排了在馬路 那就是一個危險的情況出現 好 謝謝阿丹 那接下來呢 就請我們 在石門七條區的 黃冰坤議員 講解 是啊 那我們呢 這個站呢 就在沙田 和馬鞍山之間的站 也都是屬於馬鞍山尾段 那所以馬鞍山出去沙田的車 都會經過我們這個位置 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都檢查了八條線 那基本上呢 是每一條線 都有出現脫班的情況 那主要呢 我們都觀察到 因為是下雨的關係 所有的行車呢 都是相對比較慢了 第二個方面呢 就是因為今天呢 是星期一 星期一呢 基本上呢 那些人放完假呢 都是一起去上班 那同一時間呢 今天是在打3號風球的 那雖然呢 幼稚園的學生 不用上學 但是呢 是小學生中學生那些 都依然是會上學的 所以今天的人流呢 都算是比較多的 但是呢 今天呢 其實因為正正是打風的時間呢 其實市民是預早了出門口的 但是市民預早出門口呢 就是九巴的一些應變安排呢 其實就沒有去採取到一個應變的措施 所以呢 我們就會出現到有一些的時間呢 尤其是在七點半到八點半的時間呢 是人很多 在那段時間呢 在巴士站站是站滿了人 而且那些巴士埋站的時候呢 我們都發覺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去到賓景站的時候呢 已經上不了車 包括呢 就是八十六C啦 二百六C啦 八十九C啦 連區內線的八十五K呢 依然都是上滿了人 去到我們賓景站的時候呢 有些時間呢 我們是需要去站位的 但是呢 去到 發覺去荃灣市呢 就更加嚴重了 尤其是四十三X呢 是頭五班車 即是七點到八點的時間呢 基本上是班班都去到賓景站的時候呢 走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已經站在門口了 那我相信呢 就是這一條去乘水的車呢 去到下一個站的時候呢 是基本上是上不了車的 頭五班車 基本上要飛站那樣子 然後去到四十X呢 在七點半和八點半的時間呢 都是出現一個很高峰的時間呢 就是都是人滿為患 上到去門口為治的了 那其實呢 看到其實九班 即是今次的一些應變措施是沒有的 因為呢 我們都發覺呢 去到八點四十八分之後呢 突然間會出現一班的四十X 打算是疏到下 即是八點半那班的乘客啦 那但基本上呢 八點半的時候呢 那些人已經走了了 然後突然間在八點五十四分的時候呢 又來多兩部四十X的雙層巴士 那我覺得他都明顯見到 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但是那個反應呢 就非常之慢 那但是我猜就是過去 其實九班 就是應變這些打風的日子啦 現在上學的日子呢 都有相當的經驗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去今天的一個交通的安排呢 就很差 就是有些班次呢 就很密 有些班次呢 就非常之疏 那那脫班呢 有些是去到真的二十八分鐘都有的 我講的例子就是八十六C 在這裡呢都上榜的 那在最遲呢 就是要那些乘客呢 要等到二十八分鐘 是一班車 那其實那個脫班的情況呢 都頗為嚴重 累積的人流呢 也都是 在那個巴士站那裡呢 也都很多 那這裡呢 真是要九巴好好檢討一下 就是如果是遇到這些打風 又是上學 又是上班的日子的時候呢 他們應該怎樣好好去處理這個應變的機制 那當然剛才都有人提過 就是有些的預報的實時預報的apps 其實他們的時間上呢 都是不準時的 那那經常呢 賣不到站呢 就直接取消了 重新再攀過 那其實呢 就令到那些市民呢 是有些大失預算 我們今天在巴士站呢 都看到很多人呢 就是都有一些失望 有時候追不到車都很失望 那那接著來呢 我們也都請廣告 好 大家好 那我就說回我那區的83X 亦都是今次的調查 脫班的時間最長的 那其中一班呢 就原本他應該是8點45分開出 但是他車到的時間就是9點07分 開出的時間就是9點10分 比他之前對上一班開出8點33分 足足呢 就脫班超過30分鐘以上 就脫班超過30分鐘以上 所以 九班呢 其實他應該呢 都知道是遇到這樣的打風 或者下雨的天氣呢 他應該要好好的去調配車輛 因為這輛車呢 就是由黃麗頭去到觀塘 那麼7點33分開出的時候呢 他這班車呢 以當時去到觀塘這麼繁忙的時間呢 是未必趕得切呢 在8點45分之前呢 就回到黃麗頭去做那班車 那變了呢 就基本上 如果區內的那些班車來說呢 他因為調動性的關係呢 所以你看到呢 他特快試短程那些呢 那個83S呢 就問題不算太大的 但是當他調了去做83S 83K那些車呢 平均的班次呢 他都會延遲了 所以我希望九班在電動班 調動這班車的時候呢 是更加會做得好些咯 好 謝謝 那接著呢 請我們馬鞍山的兄弟主委 那請我們的 拱美知社區主任 和吳體泰社區主任 講解一下 馬鞍山的 中安村那邊的情況 好 謝謝濱萍啊 那我們呢 見到呢 其實在馬鞍山區裏面呢 巴士脫班的情況呢 相對來說呢 尤其在87K呢 我們是馬鞍山區主要來往 大學火車站的一個巴士線路呢 整體來說呢 最嚴重的情況 脫班呢 出現了在中安巴士總站 原因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繁忙時間呢 我們理解到 有些車輛呢 其實未必呢 要入了中安的巴士總站的 但是呢 我們會見到呢 在繁忙時段 其實九班的公司呢 就是安排了大概 去三格的班車 就會來往我們的巴士總站 和大學火車站 變了來說呢 其實呢 就會令到脫班情況 越來越嚴重 而最理想的情況呢 都只能夠維持到 十分鐘的班車 那變了來說呢 其實我們會 無論在實際的操作情況 亦都是在一些 預算的情況上面呢 會大失預算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裏覺得呢 尤其是在 巴士總站這些 比較重要的位置來講 我們會覺得 設立一些巴士路線的 電子服務收費呀 一些電子路線的 一些顯示屏幕呢 是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會見到呢 尤其是中安巴士總站的位置呢 在它的APP上 永遠我們都是見不到 亦都是不準確 亦都會經常出現了一些 差不多到了 突然間就不見了 那麼很多市民呢 就反過來覺得呢 會不會有些欺騙的成分呀 甚至會有些俗稱的 鬼巴士的情況 那變成我來說 我們希望呢 都九巴士的公司 雖然有一個預算的程式 比較好 但是我們都希望呢 可以加設這個電子的顯示屏 以及改善一下我們的準確程度 什麼時候呢 沒有考慮 沒有考慮 接下來呢 請我們現在馬鞍山 庫安錦泰的媳弟 就是蕭文亮議員 以及英建宇 社群主任可以講解一下 好 謝謝世榮 那我今早呢 就在馬鞍山錦泰院的巴士站那裡 做巴士監察 那其中呢 就有兩條路線呢 出現嚴重的脫班的情況 那首先呢 就是281X 就是去尖沙 尖東的 那其實呢 有一班車呢 就八點四十四分 那下一班車呢 要去到九點十七分 相隔了三十三分鐘 才到達 那比原定的時間呢 是多了很多的 那原定的時間呢 是十五分鐘就應該要到的 那都足足多了十八分鐘 那另一班車呢 就在二百六英 二百六英 那一班呢 就是我們馬鞍山市中心 過去鑽石山 港鐵站 那也都是呢 就在八點三十五分 來了一班 之後呢 就九點零九分 才再來一班 那足足呢 相距了三十四分鐘 那比原定的十五分鐘呢 也都是 就是嚴重脫班 那我們見到的情況呢 其實呢 就顯示到呢 那些車呢 巴士呢 在七點幾 出去了 就是之後呢 其實呢 回籠呢 那裏呢 就應該是遇到一些 嚴重的阻塞 令到呢 回籠回到馬鞍山 再開出來呢 就有個嚴重脫班 那在那裏呢 顯示到呢 其實那個 正如我們剛才 剛才幾位同事所講呢 那個應變措施是不足 即是既然 是有經常性的脫班的情況 知道在那些路段呢 是經常失車 也都知道那些班次呢 是經常脫班的話 為什麼不能夠在 譬如說馬鞍山 預先開一些吉車 去疏渡一些乘客 即是這個呢 也都顯示到呢 九巴 在這個 就是塞車的情況呢 是完全是沒有應變的措施 那也都是呢 在我那個選區呢 在寧泰路和寶泰街呢 的巴士站呢 現時呢 都是沒有這個電子顯示屏 令到很多居民呢 是九等 即是需要呢 是等很久 譬如剛才呢 說呢 有些班次是相距成33 34分鐘 我是親眼看到呢 有居民呢 是剛剛 第一班車走了之後呢 他是來等 結果呢 等了5至半個小時呢 才有一班車 那如果你能夠有一個 電子顯示屏幕呢 讓乘客呢 知道 及早知道呢 班車大概什麼時候到呢 令到呢 他們會有預算 希望呢 九巴呢 在這幾方面呢 都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同事呢 其實都說了各區的情況 其實總括來說呢 我們對於今天 我們早上的監測 看看巴士的服務呢 其實我們是 都表示不滿 因為看到我們 在監測37條的路線裏面 竟然間有34條 都是有脫班的情況 如果大家再細看呢 三條 唯一三條 是沒有出現脫班的巴士線呢 其實基本上因為 他呢 在那兩小時 只有那零碎幾班車去開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統計表 可能 沒有脫班那裏 可能他兩小時只有四班車 三班車 所以他才可以做到 百分之一百沒有脫班 但其餘呢 三十七條裏面 有三十四條 都是出現了脫班的情況 更有剛才同事也都說到 有些巴士線呢 他的脫班時間比上一班 是超過半小時 超過三十分鐘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 亦都同事說過 對於我們港大的市民 亦都是對於政府 推動巴士和鐵路 作為一個主要的交通服務 我們認為呢 今天我們監察的結果 是絕對未符合理想的水平 所以我們有幾點 是想向巴士公司一些建議 當中剛才有些同事重覆了 也有說的 首先就是巴士路線 要設定電子監測系統 其實已經局部有些巴士 安裝了GPS系統 但是未能夠全面覆蓋 以及這個數據未能夠公開 我相信運輸署未必有掌握這些資料 所以這個監察 我們要提升透明度 這個電子監測系統 我想巴士公司是需要向運輸署交代 第二件事就是 改善現有巴士道站的預報系統 剛才同事說過 手機APP系統都不是很準確 但是我們很多的乘客市民 都相信手機的程式 當然現在已經有些聰明的乘客 可能再給手機APP的時間 再提前到達巴士站 以免錯過了班次 但是我們很希望巴士公司 能夠再進一步改善 加強準確性 第三我們很希望 這個是建議向運輸署參考 好像港鐵一樣 引入一個巴士延誤的罰款機制 我們整班兄弟都認為 如果沒有一個罰則 其實巴士公司似乎都會 好像我們做幾年的調查 都是發覺都是一個很高數字 一個脫班率的情況 因為罰則上可能是比較寬鬆 令到賺大錢的巴士公司 可能對於這些來說 都是當食山菜 所以加強罰則 我們認為都是一個 對於巴士公司來說 都是一個阻嚇性的作用 第四我們很希望 巴士公司能夠增加重組的透明度 早幾年巴士公司 陸陸續續在各區 推行巴士重組計劃 但是究竟重組省了多少車 那些車用到哪裡 我們在議會上 是完全不掌握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運輸署能夠協助去幫忙 看看怎樣可以增加 這個重組的透明度 特別在每一年 在區議會上 都會制定那一年的巴士路線計劃 但是很坦白 我們在議會上 是非常少機會 甚至乎是可以叫做沒有去參與 這個巴士路線計劃的制定 那我很希望 能夠每一年 有個時間 能夠是可以和區議會 商討未來那一年的 那個巴士計劃 因為我們在前線 其實經常都會聽到一些市民的 的需求 希望可以一同參與 第五點就是 剛才同事都說過 要巴士公司確保一些應變措施 其實無論是打風大雨 經常性都出現 經常性都會出現 巴士未能夠回籠的情況 但是巴士公司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一些應變措施呢 如果有的話 都不會發生 今天脫班這麼嚴重的情況 因此我們很希望 運輸處特別在和巴士公司去談 經營權 續約的情況 的情況 加入這些條款 能夠確保有應變措施 甚至乎我們剛才說的一男子的要求 唯一的方法 只能夠可能在續約裡 加入這些條款 這些的要求 才能夠一一實現 我們的要求大致上是這麼多 今天我們巴士監察的統計 亦都在新聞稿裡 亦都有一些細項的統計 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 我們都開放給現場的記者朋友 如果有提問 亦都可以提出 看看有沒有 謝謝 提問 這個調查 是否人手沒有策 我們今次整個調查 都是我們人手自己在巴士站 站在巴士站裏面 逐步逐步到站的車 去記錄下所有記錄 另外見到 見到的數據 就是未常見到車人數 是 見到 就這樣看來 雖然預測是很嚴重 但上不到車的人 其實算很多 是 因為我們 未上車的人數 我們不是區區都有正式的統計 因為很坦白說 今天人是非常之多 我們最主要都是計算它脫班的情況 和到站的情況 和到站的狀態 即是說它究竟來到有沒有位坐 這些 因為這些數據 是牽涉到我們將會和巴士公司去反映 能不能夠增加班次等等的這些數據 那些數據 是否會不會其實 多人上車 但是會不會很難 就是很難就迫上 和一輛巴士公司 也會有更加 我可以講一講的 其實在我那個區那裡 有駕駛會有85區 85區 85區 就很多我們這些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就會去匿圓和和邪去上學 而在7點至7點半 有3至4班車 它是爆得很厲害的 正常爆到去那個收費機那裡 即是八達通的機那裡 變了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見到的 希望呢 九巴都能夠增加有關的巴士的班次 其實我又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關於我 我剛才有講過 有個43X 有7點到8分鐘的時間 其實它頭五班車 在賓景站那裡 是已經上滿了 就是說賓景站的人上車 全部都是站 雖然你當我們那邊 可能上車的人數 有一個數字是 那邊我們在賓景站 你當頭五班 平均每一班車 可能上車 十個到十五個左右 但是呢 十個到十五個上車 其實基本上是站的 但是呢 我們那個是中途站來的 即是去到下一站 第一城 麗浩酒店那邊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位置的 即是我頭五班 七點到八點鐘 我們上到去的時候 都要站到門口 那麼去到下一個站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去上到車 可能只是撿到一兩個人 就是這些情況來講 我們其實 因為沒有辦法去覆蓋所有的站頭 我們只是說 可能他85K 在他那裡經過 下一個站就是到我那裡 但是我們的下一個站 就沒有人去做一個監測 但是我們做一個 中途站抽樣去檢查的話 我們都發覺那個情況 是比較嚴重 或者再割量 是遠超我們想像這樣 好 或者請問一言語 社區自由的補充 都很感謝這些朋友的提品 其實剛才你點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沒錯 可能那些乘客是上到車 但是他上到車的狀況 其實是不是很理想的 譬如我們富安花園總站 89C和200X為例 其實他們那個單次可能都尚算準的 但是他們上到車很多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位置坐 就是可能要坐 站在下層 或者甚至乎是有些要站在密樓梯上 都不出奇的 所以其實都希望巴士公司 可以因應這些情況 就是 當然密盡其用是好的 但是也都希望可以照顧我們乘客的舒適度 而且也是這樣的 如果巴士公司可以提高它的舒適度的話 其實我相信很多客戶都會選擇 它搭巴士是一個相對點對點 比較便宜一點的交通方式 請問問您已經看到很多 其實你們都說 可能也有一些舊巴方式 以及你們都會有提到 很多人說到它 新加密的地方 即是從來都會有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會不會令到巴士公司 如果一個加站 最後都是落到市民的採訪方式 我想說到加價 無論我們是否給壓力 大家看到現在的情況 它基本上每年都會提加價 即使它的利潤有賺到幾大錢都好 它都會提加價 回到剛才第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三年團隊 都有不定期會跟運輸署 及巴士公司見面 其實這一輪 我們一直都有跟它見面的機會 除此之外 我們在區議會上也會有些跟進 特別在我自己作為主席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我們都會就區內的巴士情況 都會發聲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是這樣的 其實你們都說見了這麼多次 他們都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其實會否有一些講義 其實見你都會知道問題有改 或者我想看看有些兄弟可以想答一下 其實在譬如我的區為例 的確我們其實都提出了不少訴求 亦都是在運輸署和九八的努力之下 其實有一些改善的 譬如我所說 剛才85K這個例子為例 其實都加了一些班次 但是加了班次依然都是不足夠 而譬如說我們去馬安山去一些港島區 在早上繁忙時間和黃昏繁忙時間回來的 那些其實在這幾年裏面 都加了很多一些新的線路 譬如說680B、682A、981P 即是經篩碎這些線 亦都是我們一直以來爭取優化這些線路 日後我們希望 除了巴士公司和運輸署不斷提升服務之外 其實亦都要改善它的脫班的情況 否則你加了新線 但是脫班是嚴重的話 都會阻礙了市民去乘搭 即是巴士作為交通工具 總脫班的時間就是 其實是將我們 譬如好像以第一位最多脫班的二百六X為例 我們在七至九它應該是有七格的班次 七格班次裏面是出現了有五格都是脫班的 那它五格脫班可能是一些脫五分鐘 有些脫七分鐘 那這五班加起來就脫了四十分鐘 這樣計算 但有沒有介意到 即是班他們有些時候是 明明說還有五分鐘來 但其實它已經早了來的會計 我們今天就量度不到有組來的班次 是 全部都是有池沒有組 是 即是我們量度它沒有問題那些是因為它按照它服務承諾 那可能八至十分鐘來一班那些就OK 是的 或者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問題 如果沒有看看各位兄弟姐妹有沒有什麼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今天我們民建聯沙田支部的 關於巴士監察的數據發佈會 也都到此結束 再次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多謝我們Facebook上的市民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繼續監察巴士服務的 拜拜